10月27日,火箭在主场再次输给快船20分,赛季无偿比赛二连半输给快船,大家的目光最近集中在了防守端的问题。 的确,这赛季虽然只打了5场,除了最近一场输给爵士的比赛得分很低,其他场次的得分都和上赛季差不多,甚至更多,但这并不意味着火火的进攻能力没有下降。 可见目前进攻效率联盟第21,被诟病无数的防守,还排到联盟第19呢? 所以进攻端的问题其实很大,德安东尼是真的不懂防守,所以咱们就不收防守了。 而他的进攻战术其实也很简单有效,就是靠超级后卫的实力实现单打和组织之间的自由切换,把多余的跑位啊,复杂的战术啊都给扔掉。 只要三分和篮下,这么打的好处大家上赛季也看见了,进攻端虽枯拉朽,两个单打高手轮番打,高效的得分带来了联盟第2的进攻效率,减少失误的同时也间接遏制了对手的快攻,要知道火火的推方是联盟倒数的。 这赛季进攻端说学话,我觉得是下降了,原因不是人员的进攻能力变弱了,是德帅完全没有给新员设计什么新的战术,一就是老战术硬套给新成员身上。 安东尼明显不是个很好的无球球员,然而德帅是让他敢和安德森一样的活,基本很少给他单打的机会,而单从拉开空间的角度来看,安东尼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安德森, 等于把安东尼的长处完全舍弃掉了,恩尼斯三分能力远步,如阿里扎,突破能力也基本没有,最擅长的快攻在这几场有限的时间里也没有发挥出来,而其他的新员,诸如麦陈威和克里斯,在进攻端的表现,也不净和德帅的战术,两人翻三都很差,克里斯比都吃不好。 在进攻端经常给人很迷茫的感觉,两人既没有杀手锏,也没有清楚的头脑,我觉得不管巴特勒最后来不来,都要至少给安东尼设计些单打的战术。 他的单打可能没有哈登高效,但在哈登小场的时候,可以多让安东尼单打一下,然后绝对主力都在场的时候,不要总是一个人搭,一个人来掩护,三个人看,可以多设计些单好,无球打拆之类的。 当然,这个实施起来很难,不只需要教练布置战术,也需要球员配合。 总之相比较于防守的问题,进攻端的问题不是硬件上的问题,而更多的是战术上的,所以比防守端更好解决。 战术不能一成不变,要根据球员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,因材施教,才有更好的效果。 我对于我伙的进攻还是很有信心的,德帅也是名帅,我相信之后他肯定会有相应的调整的。 我对于我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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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